首先是第一种 你可以垂着有四个穴位 我忘记了 然后这样子拳头空心的这样垂 先把你的腿放松一下 然后就超级舒服 因为它是空心的也不会特别疼 然后差不多一边来个50下 反正就很舒服的 然后再可以这样子扭它 然后这样扭它也可以 来一边来个五分钟这样子 就这样扭 这都是放松跟按摩的 然后这边呢有几个 这不是像这种 你可以用你的这个关节的肩 来回的这样子搓它 这边也是 差不多一边搓个五分钟吧 这样子也是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然后也挺舒服的 小腿也是 小腿也可以这样子 放松它 然后我现在教大家找一下穴位去按摩它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凸起的骨头 下面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然后用力按它会疼 那这个地方就是有穴位 然后你可以按摩这个穴位 然后往上提拉 这样子呢就会舒缓你的这个经络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去水肿 因为我们的腿经常长时间坐啊走啊就会水肿 然后去水肿 这样子的话呢你的也会让你整个 就是整个腿的这个经络会去疏通 然后这边有一个还有呢是在这个这个地方 你去按下去的时候是感觉到很疼的这种地方都是超级酸超级疼 但是按起来真的很有效果 因为像这种地方我都已经按了很多年了 就是我看电视的时候 没事干的时候就喜欢习惯性的开始按腿 按腿部的按摩这样子 然后捏一捏你的小腿肚子这样子 但是力气不要太小 小的就没有什么用了 这样子的话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腿有变软的迹象 特别是对肌肉腿 你看我刚刚这样按的时候皮肤太敏感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他做一个这样子的舒缓 帮助他循环血液 我觉得这样很容易把自己身上泥搓出来 这个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舒服的一个动作 包括腿下也是 然后你可以看电视的时候侧躺着 做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这个应该很有名了吧 缩个气身中 然后还有就是特别舒服的一个 你要把你的腿这样抬高 抬得越高越好 让你的血液倒流 这样子看电视很舒服 你觉得特别累 你就可以慢慢的放下来这样子 放了十分钟都可以 让你的血液倒流 这样子也是可以瘦腿的一个方法 还有就是这样子 空中踩脚踏车 这个我就不示范了 那就这样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